哈喽大家 我們搭了十多個小時 終於到了發載羅娜 好開心唷 我們這次除了來出席MWC之外 還要出席ONOR的發布會 他們發布了 ONOR Magic 5 Pro 很漂亮的 青色 這次這台手機它主打的就是很厲害的拍攝功能 倒極厲害 接下來我就會一站一站 帶你們一邊看Basona的一些風景 一邊去實測它的拍攝能力 第一站我們就去到了 永遠都見不好的 Sagrada Familia 我們要來實測它的一百倍錄 其實我也不是第一次來Barcelona的 所以我已經知道大概有幾個點 就是拍照特別好看的 所以我們現在帶你去那個點 如果你們以後有機會來Barcelona的話 你們也去這邊拍照 其實這個Sagrada正前方有一個公園 公園前面有一個湖 所以我們透過那個湖這樣子拍過來 是很好看的 到了到了 其實就是這個這樣子拍過去 但是 很多人 很多人 這個我不會懂的 我以為這個是secret的spot 就這個椅子 我們去坐這一張 向著它的 這個很美耶 Portrait mode還是沒有Portrait mode 沒有耶 就是正常模式一杯一杯吧 普通的一杯啊 這樣子很好看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虛化已經很漂亮了 因為我不要它虛化太多 現在是剛剛好的狀態 然後你看到髮絲 都很乾淨一下 很乾淨耶 因為我覺得它會磨磨一塊塊的 果然 就旗艱就是旗艱 蠻乾淨而且顏色很漂亮 我還沒看到嗎 大家這個spot真的好好看喔 那邊這樣子拍過來 應該夠遠了啦 看能拍到屋頂沒有 現在我們來猜猜的變焦 它有光學跟混合跟數碼變焦啦 3.5倍的就是光學變焦 10倍是混合變焦 然後100倍的就是數碼變焦 我們一個一個來測試 哇 3.5G很切料耶 走走下來到了一個Dog Park 當然不要放過機會 try一下Honor Magic Fiber的主打功能 AI motion sensing啦 這個功能厲害之處在於 它完全不需要按手機 可以自己detect到移動著的數 然後自己拍照 把最重要的一顆布抓下來 那你看那條網材跑到幾Happy 全部都拍下來了咯 而且中間去看喔 還是很搞情不思萌的啊 厲害厲害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神奇山 準備去看山頂有什麼 巴塞隆那把神奇山 這邊叫Dbdabo 就是一個建在高山上面的教堂 然後又有那種Merry go round這樣子的東西 好好啊 這個是大高山上面的摩天輪 然後還有一個Merry go round 重點是那個 有一個很漂亮的教堂 但是這個摩天輪 什麼安全措施都沒有 然後我們要上去拍照 就這樣玩 就這樣小包 好 那啊 millones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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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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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裡沒有 啊 可惡啊 用國生病再拍給你們看 現在要帶著這個 Honor Magic Five Pro身上孔 要正式起飛 給你們看多高 是不是很高 你會怕嗎 很怕怕 你會怕嗎 你不怕 你剛才會有份憨的喔 OK 接下来我们要试的就是它的AI motion sensing 就是等一下我会跳起来 它会自动抓拍我跳起来的那个moment 完全不用手按的 OK 我们接下来要试的就是 Honor Magic 5 Pro的它这个夜景拍摄 听说它的夜景拍摄好像普通拍照这样快 因为平时我们拍夜景可能要load load一两秒 三秒 四秒 五秒 甚至六七八秒的 但是Honor Magic 5 Pro它load夜景只要两秒 或者你甚至不用开Normal Mode都可以 它关蹲了 无端端 在我要拍的时候 看下在很暗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拍出一些什么 镜头你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没有先 哦哦啊 什么哦没有啊 等我啊 OK 你现在看啊 我现在开的是Night Mode啊 看下它转多久 画面里面看就已经可以看得到整个轮廓了 然后我才一二三开始 一秒两秒爆了 OK 我们换去Photo 它的Photo Mode跟Night Mode其实都很像耶 因为它已经可以用普通的Photo Mode去拍夜景了 你看 这个是我用普通模式下拍的 这个我是用夜景模式下拍的 其实我就是用普通模式就已经可以拍夜景的意思了 很快 而且我一按就拍一按就拍完全不用等了 OK 普通模式下来 哇 果然是极数秒拍 哇 极数秒拍 真的是很快 完全没有Lot的余地啊 两秒一张看到吗 两秒一张 两秒一张 哦 基本那个如果这样快的话我们都不用拍Night Mode 真的 有没有车 我们去拍车 飞过的那一种 这个车油脂这种都很轻耶 你看 经过整个体验下来呢 Honor Magic 5 Pro的拍摄能力我觉得是更加多元了啦 它的画质清晰度 颜色鲜烟度已经是完全OK了的 这次还加入了AI motion sensing啊 阴影抓拍 秒拍夜景 十倍光学zoom这些功能 更加好玩之余 我觉得Honor Magic 5 Pro还要走的路线哦 更像是 我要帮你解决日常问题 它没有给你一些很专业的摄影模式 也没有复杂的操作功能 但是 却给你一些日常拍照 会需要用到的东西 这大概就是一台懂你的手机吧